欢迎收看大法国节目 那么在上一集里呢 师傅提到了六合镜的观念 并且认为如果把这种六合镜的观念 推展到一个社团或者一个职场里面 那么人与人的纷争会少了很多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讨论 第一个也就是生和同住 师傅您好 陈娇姐好 是师傅您是不是在把这个生和同住它的意义 还有我们在这个一个团体里面如何运用 给我们详细的说明一下 生和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呢 是我们仔细的每一个人的个人的身体 个人的身体要健康 个人的身体要叫四大调和 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 所以地水火风 也就是我们的生活 做饮食 齐居 坐席 都非常正常 非常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的身体呀 四大就能够调和 不会冷 冷日不均 不会的 这个身上啊 会产生 身体上的 冲突 而变成了一个病 当我们的身体健康以后 跟人相处的时候啊 就能够心平气和 往往 往往有些人 因为身体的问题啊 会连累到 你的环境里边的其他的人 因为自己有病 就会让其他的人不舒服 人人都不喜欢有病人在一起 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呢 自己的身体有病啊 就不能够担负起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责任 没有办法尽到 那也会连累到其他的人的 影响到其他的人的情绪 对 而且有的时候 身体不好的时候 是不是自己的情绪也特别容易不好 对啊 那么第三个就是情绪的问题 身体的情绪不好 那就是 身体情况不好 心理的情绪也不好 心理的情绪不好 就很容易跟人家冲突 这出言呢 常常是 可不遮言 因此 如果身体不健康 这四大不调 那跟人相处 是不容易和谐的 当然 也有人呢 很有修养 虽然自己病 还是能够跟人家和 相处 和谐的 过生活 那这是一种人 很有修养的人 那么第二种就是 人跟人之间相处的 一种意义说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两个身体是不一样的 三个身体也是不一样的 因此 不要用自己的身体 来 让他其他人的身体 受到伤害 受到主导 比如说 我们呢 进门 出门 这个门呢 在一个时间 只能通过一个人 你总有一个人 要让一让 或者是呢 你在一条路上走 这条路上 只能够通过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 总是要让一让 站在边上站一站 这个就是和谐相处 如果说两个人都不让 或者是两个人没有默契 你要进门 他出门 这个都是忙忙忙的 并没有做仇人 可是呢 一床又床到 床到一起了 所以是 在工作场所 不要抢人家的工作做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抢人家的饭吃 不要把纸鸡的饭 这个剩下的一点点 没吃完呢 是叫给人家去吃 纸鸡 不要说 上了厕所以后 这个叫人家来擦屁股 该做的事要做 不要做鸡婆 人家不是需要你做的事 你就多管显示 因此呢 就是一个萝卜 一个孔 可是另外一个人 害了病了 或者他出了状况了 那我可能提到 做个三个小时的工作 这是我用我的身体 来做他的工作 那做完了以后 那个人是非常感谢你的 当我自己有问题的时候 有困难的时候 他也会替我 把我的工作做完了 这个就是和谐的互通有无 和谐相处 一个是相让的 一个是呢 互助着 相让 互助 这个两个条件呢 这个原则 把握住了以后呢 身体 身体之间 不会成为摩操的 否则的话 就是你 你这个位置 这是你的 我这个位置 是我的 彼此啊 老是不想往来 那就不是 不是深和同住 或者是呢 这条路是我走的 就不准你走 这个时间永远是我走的 这个时间不准你走 你走的时间 是另外一个时间 我走的时间 是我的时间 这个规则上可以这样定 可是呢 假如发生了 有一些什么状况的时候 两个人通用一下 我走的路的这个时间 也可以让你走 你走的路的时间 也可以让我走 因为紧急事情发生了 是你 虽然是你的路 我有紧急情况 你也让我走一条路嘛 就是让我一条活路走 让我一条深路走 这个就是身体的互相的互动的关系 那能够身体互动的关系 相当的和谐 这叫做和光同存 虽然是不同的身体 一个是一个身体 可是呢 彼此之间是 是非常的和谐的 这个没有冲突的 是 夫妻之间 如果能够了解 这个身和同住的 这一个 这种基本精神或原则的话 夫妻不会吵架的 是 在工作场所 一定是能够圆满 达成任务 也不会有冲突的 是 是 非常谢谢师父的开示 那么身和同住呢 虽然是 两千年前 佛说的智慧 但是呢 在今天我们的职场上 依然用得到 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 自己的身体健康 互让互量 那么 不仅在职场上如意 在家庭生活 也会非常的如意 那也欢迎你下一节 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 佛法的智慧 万大法谷节目 那么在上一集里呢 师父谈到 佛与菩萨 他们都是绝者 他们是超越时空 而不离时空的 所以他的法身 慧命都在 所以当我们求神 求菩萨的时候 仍然是会与他起感应 那么怎么样求神 求菩萨的态度 才是对的呢 让我们继续来请教 摄源法师 师父您好 陈小姐好 是 师父您在上几次台上 就说求神呢 有的时候有用 有的时候没用 不过师父也特别提到 就说佛与菩萨呢 他们是 这个超越时空 不离时空 所以我们应该要求神 求菩萨 那用什么样的态度 和方法来求 才是对的 不要 遇到任何 一些小问题啊 都要求 比如说鞋子破了 希望买上新鞋子 那直接买鞋子嘛 就求什么 仔细今天 买的豆腐不好吃 那换一下 明天买豆腐干就可以了嘛 不需要求 这个呢 小的问题 不需要求神问博 如果遇到没有办法 这个解决的问题 这个时候啊 应该求了 求的时候 不要存在说 一定需要佛来替我服务 或者是菩萨一定要替我服务 这样的观念也不可以 就是说我是求我的 这个神 或者是菩萨 或者佛 给我多少帮助啊 这是这个 他们的事情 我没有权利啊 一定要求 神 因为菩萨或者佛啊 给我什么样的程度 对这个愧愧啊 这个磨练 那我相信 佛菩萨 他自然有他的这个 有他的处理方式 所以是不管怎么样 佛菩萨和神 一定是公平的 一定是对的 那我们从 用这种方式来求佛 求菩萨呢 一方面 相信有佛菩萨 来帮助我 帮助我 一个是呢 从困难之中 我们得到信心 另外一个呢 从困难的时候啊 我们能够相信 这个自己的困难 总有一千会解决的 第三呢 我们也能够相信呢 困难是有原因的 还有呢 在相信有佛 有菩萨的时候 我们至少 我们不敢做坏事 所以是 这个求佛求菩萨的 这种心态呢 应该呢 是一个非常 这个有一个 基本的正确的观念了 那求的时候啊 这比较好一些啊 是 是不是说不可以求财啊 那求什么是比较正确的 求财如果说 求自己合理 合乎到底的财 还是可以求 比如说 我们要投资一项 这个生意 先要 看准了 是不是应该投资 然后投资以后 赚到的钱 如何处理法 首先要考虑到 说这个政治投资 继续投资下去 一直赚钱一直赚钱 就是为了赚钱而赚钱 那这种 的求 可能得到的回馈啊 感应啊 有的话 也是麻烦的事 那就是说 我求到的财 希望是 取自己社会 用自己社会 那么这样子的话 其实已经在付出 希望得到 因缘的促成呢 那使得 这个社会 大众得到第一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可以求 不能 不是不能求的 如果今天是为了个人的 为求财而求财而 那求福尚 求神的话 最好不要求 是 那还可以求什么呢 最好是求什么 最好是求智慧 因为 一般的人 都没有想到要求智慧 比如说 孩子读书 希望考一好的修校 那就求神去了 或者求福去了 求菩萨去了 或者是在 婚后 这个 不怀孕 很久很久 没有孩子 那这个时候求 观音普查 求 这个观世音普查 普门平 就这样子讲的 求富贵得富贵 求 这个儿女的儿女 求长寿的长寿 求平安得平安 那这些 都可以求 不是不能求的 是 还有呢 比如说 自己的父母 这个病危 或者自己的父母 年纪老了 希望他们呢 能够健康 能够长寿 那我们也可以为父母 做些什么事 许什么愿 那就为父母 做个纪念 为纪念 纪念父母 或者是为父母 做些什么 有意义的纪念性的东西 纪念性的事 那是在父亲 许个愿 这还是求 这个求有用没有用 有用 并不是没有用 或者是由人过世了 那我们 这个就是在父亲 许个愿 或者是在父亲 在拜餐啊 念经啊 念佛啊 那也是有用 有些有用 能够帮助我 已经过世的的人 能够往生西方 这个世界 或者是超生善道 或者是转生人间呢 再来的时候啊 又是这个智慧的 又是福德的 这个人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不是不好啊 但是 这种是不是有用 我们想要问这个问题啊 这是要信仰 相信它有用 就是有用的 你不相信它有用 那求的大概是没什么用途 是 那为什么叫是相信有用就有用 这就是 是我们的心力 还有呢 以我们的自己的心力 跟 福菩萨的 一个愿力啊 相应的话 那一定有用 福菩萨 是希望我们众生 都能离苦得乐 福菩萨 都希望我们众生 从烦恼 而变成智慧 如果我们的心 是跟福菩萨是相应的 那我们求福菩萨 福菩萨大概是有感应的 是 我们 谢谢师父开示 那从师父的开示里面 我们想到一句话 就是说 平时多烧香 不要临时报佛教 要求佛 求菩萨有用的话 可能平常呢 都要多多的修行 也非常欢迎 你在下集里面 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 佛法的智慧 收看大法谷节目 那在上一集里呢 师父提到了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说 求福德得福德 求平安得平安 求子女得子女 那这就让我想到 那这样一来 不是又破坏了 因果跟因缘了呢 是不是这样子 让我们来请教 圣源法师 师父您好 陈小姐好 是 师父 您说啊 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 就是你求什么 菩萨会给你什么 那这样不是破坏了 师父所说的 这个佛教是因果 和因缘吗 这个一定是 跟因果因缘相应的 所以我曾经也说了 求福菩萨 有用 但是呢 不一定有用 是这样子的 如果是 跟因果相应的 那 就是有用 跟因果不相应的 就是没有用 如果有用 那就是 不是啊 上神 而是那二神 这个 可能 将来要付出的 代价是更多 所谓 求菩萨 佛 为什么还是 随因果呢 一个呢 是啊 我们过去 所造的因 这次呢 还没成熟 那因为没成熟 所以是呢 这果不出现 或者是呢 因果成熟了 但是呢 是一个坏的因果 不是好因果 可是呢 我们在过去世中啊 曾经做过好的事情 造的好的意义 要超过 恶意 很多很多 那我们 现在呢 先呢 出现了 恶意的果报 那遭遇到 恶意的环境 因此呢 我们求佛 求菩萨 求菩萨 求佛 是不是改变命运 而是说 我们呢 有一种修行的心 有一种啊 学习菩萨 学习佛的 一种愿心 那 我们如果说是 通过了这种困难 之后呢 我们会付出 更多更多的奉献 帮助更多更多的众生 使得更多更多的人呢 因 我们而得到 利益和福报 这样子的话 这个 并不是说不收报了 是 而是呢 一边 在啊 这修行的过程之中 付出 一边 也是在收报的 同样的是收报 一个是呢 主动的去 收报 一个是呢 是被动的去避债 我们 如果曾经有过 欠人家债的经验 以及呢 被债主上门了 避债的经验 的话呢 是非常痛苦的 假如说我们有债 而不是人家来避债 我们有能力 充分的能力还债 这就不是觉得痛苦的事 那这个就是说 如果求佛 求菩萨呢 就是还一还 还债啊 我还了 不是不还 我会双倍的 甚至于百倍的 千倍的还 那 但是缓一缓的话呢 那这个 我这个痛苦的 这个阶段没有 但是呢 我会努力的 努力的去啊 增加 我的智慧 增加 我的慈悲的 这个福德 能力量 然后呢 我就是帮助众生 帮助人去了 那那些 欠 我欠债的那些 众生对象 我要不要还了 当然还 还的时候 一个是 自己的还 一个也可能是 见记的还 比如说 我欠了你的 很多的钱 你放我一马 暂时 没有 想我必赞 你不怕我逃走 为什么 我啊 由你的先生担保了 你的先生说 啊 师父的钱 以后会还你的了 暂时你不要到找他 你现在有困难 你找我 我帮你一个忙就好了 那 你暂时 你就不会 逼我的债了 但是我以后 哎 我渐渐的 我也有智慧了 我也有这个 相当大的能力了 这个时候 我不但是 回馈你 回馈你的先生 也会回馈 所有的 很多更多的人 在这样的情形下 这个菩萨是做了功德的 而我呢 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呢 就有更多的机会 更多的能力了 来修行菩萨道了 这个还是跟这个因果不违背的 所以是不要认为求佛求神 好像是神与佛 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阿爸一样的 你求了我 从此以后 你的 这个罪恶呢 全部 一简单了 还有呢 你欠了 所有的人的钱呢 这个 那些人 不准找你 找你的时候啊 我把这些 这个 再做完 我说 揍他们一顿 那么这种 都 不是佛菩萨的 这个一种 一种形态了 佛菩萨的形态 不替人家 这个党债 而是呢 这是让人 觉得有一个缓冲的余地 让人有缓冲的时间 之后 这个 欠人债的 这个 债户 是不是啊 这个人 要好好地努力的 这个人 这个债务人 债务人啊 这个债务人 一定是会 自己努力 建设他自己 建设他自己 成长他自己 而使他自己 更有 更多的力量啊 来 来付出 这样的时候 其实一个 这个债权人啊 看到一个债务人 呃 变成一个 一个很有能力 很有 钱 有很有地位 能够还他更多的 还他会更多啊 那这个时候 还是很算的 所以是呢 呃 这个求佛 求菩萨 跟 因果啊 不会想违背 如果说是 这个 不尊人家 这个 这个 讨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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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所以 这其中 自我的努力 还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 是 所以不能只光求佛菩萨 还是自己要努力的 求佛菩萨之后 还是要努力 是 非常谢谢师傅开示 那么也欢迎你在下一集里面 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佛法的智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